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慢性病 还没有了解慢性病的时候 我们先必须要了解一个慢性病的根源 先知道这个根源是来自哪里 其实目前我们所各项医学研究 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其实几乎90%的慢性病是来自脂肪的堆积 如果脂肪堆积在各个器官 我们身体的脏器就会引发慢性疾病 我还没先讲到那些慢性病之前 我们先去了解这个叫脂肪 脂肪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怎么来的 然后它怎么堆积 好我们先看一下 我是陈永国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脂肪 怎么样的堆积下来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每天吃的东西 每天吃的很多东西进来 然后呢 我这边放很大 所以我们吃那么多 每天吃那么多的东西呢 不管吃什么 最后其实我们消耗的 我们现在我讲的是成年人 已经大概四十三四十岁的成年人 我们每天吃了那么多 可是我们消耗的东西是很少的 我们所需要的很少 所以我们吃了很多 好那我不管你吃什么东西跟我讲什么什么都都一样 不管它的物质全部最后大概 部外蛋白质 然后我们的脂肪 再来就是所谓的碳水化而物 碳水化而物 我这边有一个代化而物 那它应该叫碳水化而物 我们叫Carbohydrate 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类 叫做糖类 它不是糖喔 所以那个糖字是不一样 我们叫糖类 好那这四大东西呢 这三大东西到最后 不管它是哪一类食品 它最后呢 会全部转成脂肪 所以它把我们每天吃很多很多食物 到最后它的命运就是 就分类成三大类 一个叫Protein 然后当我们蛋白需要的时候 我们拿去用 那再来我们脂肪 如果需要它会用 再来就是糖类 要拿去用 可是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已经超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 所以这些东西要怎么办呢 当然最后它就转化成一个最简单 而且最有效力的东西 那叫做脂肪 因为脂肪很小的脂肪 就可以儲存很多能量 所以它就变成脂肪 那脂肪怎么办 它当然就堆积起来 堆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那堆积在哪里呢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叫做皮下 所以你看很多人大肚子 那个肚狼 我们大肚狼就是皮下 那有的是像那个乳房下面 也叫皮下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 我们说那个腋下 那也都是皮下 那另外一种就是 储存在器官里面 内脏的器官 那我们的血管 如果你要算成器官 它也可以算是在西医里面 它算一个器官 而在中医里面 比较没有把它当作器官 所以我们的血管壁 是最大的空间 所以很多都会存在血管壁 那器官里面最常存的 就是大概会在肾脏 肝脏 胰脏 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有听过一个名称 叫做脂肪肝 其实你们不知道 除了脂肪肝脏 会储存很多脂肪以外 还有一个地方 那就是胰脏 那就是肾脏 还有一个更大更大的 叫做骨 我们的大骨 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公骨 我们的小的一些骨 一些比较大的骨 全部都会储存很多脂肪 当然最后一个最大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血管 血管壁 那这些血管壁 这些脂肪堆积了 就会产生 它在不同的 不同的器官里面 就会产生不同的慢性病 那如果它出生在心脏的血管 那我们就会所谓的夹心症 就是我们五代常讲的 就是有钱人常见的疾病 就是心肌梗塞 再来就是 在脑里面就中风 那如果在肾脏呢 它就引起肾脏疾病 要洗肾 如果在我们的一些 性功能的一些器官里面 比如说肾脏腺 那它就会引起你的肾功能障碍 那如果在胰脏 它就引起糖尿病 那如果在肝里面 它就会脂肪肝 那最后肝硬化 那如果它在 在我们的储存量 我们的比较偏 四肢或者比较外面的 就是我们肌体 那个肢体的外外围的血管 那你就会被老化 再来就是痛风 还有癌症 这些这些呢 都离不开脂肪的堆积 所以不要以为说脂肪堆积 只是这个疾病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脂肪堆积的 那接着我们说 那接着我们说 当我们食物进到身体以后 那转成脂肪以后 那脂肪在我们身体上 是用什么方法来形成 第一个我们就把 我们有所谓的脂肪脂肪 free fatty acids 那这些脂肪呢 我们可以把它 它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血液很浓的 很黄的 那都是脂肪很多 那这脂肪就好比我们身上的现金 它随时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有时候它会先 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血管里面有很多脂肪脂肪 free fatty acids 好那如果很多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钱很多后 我们就开始去除去 拿到银行去存起来 那这个存起来 因为我们随时可能要用到 所以我们用除去的方法 那一样 那我们脂肪这时候 就是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就存在皮像 堆积在皮像 所以很多皮像 包括我们大肚郎都是这样子 好那这些都足够了以后 那怎么办呢 钱太多了 那我们就会 我们会用定存 我们叫Fig Deposit 就定存 所以定存在银行里面做定存 那这个定存 除非我们 我们的Cash Flow不够 除非我们的除息不够 要不然很难从定存里面拿出来 好那在身体里面 这脂肪 我们就储存在我们的各种器官 那这器官包括了肝脏 像那移脏 肾脏 肾脏 我们的血管 臂 还有最常见的就是 骨头 里面 那这些 不管堆积在哪里 最后就会形成很多慢性病 那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讲 为什么脂肪堆积会产生慢性病 那它跟股固醇有什么关系 好那我们先看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 好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来讲说 那那堆积怎么办 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 减少你每天的摄取量 食物的摄取量 我们只是要讲另外一步 我们要减少我们的摄取量 第二个就是 把多余的脂肪清除 那减少我们的食物的摄取量 应该就很简单了 那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可是呢 要清除所谓的多余的脂肪 那事情就很大了 目前的现在的医学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很少有这样的药物可以做这个动作 几乎没有 那我看过一篇那个研究 在由英国来一群大概快要五六十个人做一个研究 他们认为糖尿病是可以好的 那怎么好呢 只要你可以减少你的脂在移脏里面的脂肪一公克 你糖尿病就好了 可是他们做得到他们做不到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就是把胃割掉一半 剩下三分之一 割到三分之二 然后做一个bypass 让你的食量减少 所以减少intake 你吃下去不会消化 不会吸收 这样子 那你胃很小 你也不能吃太多 吃个很残忍的一个做法 那我当然不赞同这种治疗方法 那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我们以后慢慢再谈 所以清除脂肪那是非常难的到目前为止 因为你一旦会能清除 任何药一旦会清除我们的脂肪 不要忘了我们细胞上面有80%是脂肪组成的 我们细胞膜是脂肪组成的 一旦能把脂肪给清除 你的细胞先破坏先死掉 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好那我们未来慢慢就会去 开始讨论怎么样去做一些治疗 那我们接下来 我会谈先谈reduce your intake 怎么去减少你的食量